欢迎来到俊宝美食 今天我们做香浓顺滑 高蛋白低热量的双瓶奶 先准备800克纯牛奶 一定要用全汁牛奶 做出来的双瓶奶才会香浓 然后加热至奶锅边缘冒泡 牛奶表面起皮就可以了 不需要煮开 把牛奶分装到小碗里面 然后自然冷却 让牛奶表面起奶皮 打5个中等大小的鸡蛋 鸡蛋偏小的话 可能需要6个 用勺子把蛋黄分离出来 做双瓶奶子需要蛋黄就可以了 每100克牛奶要用到20个蛋黄 所以我们今天一共需要160克蛋黄 加30克白糖 稍微搅拌一下 碗里的牛奶也已经开始起奶皮了 这是第一层奶皮 用筷子轻轻按住奶皮 把牛奶倒入蛋黄里面 碗底要稍微留一点点奶 不然奶皮很容易粘在碗上 搅拌牛奶蛋黄的时候 力度不要太大 不然一不小心把蛋黄打发了 双瓶奶里面就会有很多气口 最后还需要过滤一遍 口感更细腻顺滑 过滤出来的这些蛋黄就不用要了 会影响口感 然后把牛奶蛋液重新倒回到 刚才留了奶皮的碗里 碗底的那层奶皮会跟着浮起来 加上蒸熟以后的第二层奶皮 一共两层 所以叫双瓶奶 碗口用耐高温保鲜膜封起来 用牙签扎上几个小孔透气 冷水上蒸锅 水开后转中小火 计时15分钟 关火后再焖3分钟 双瓶奶最后是冷藏 过后再吃 口感比刚出锅的好 瞧瞧告诉你们 减肥期间吃这个最好了 一份才160大卡的热量 并且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可以加点蜜豆或者葡萄干 还有你喜欢的水果粒 喜欢就先收藏视频 回头你也试试 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